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创世纪》 《创世纪》26章12到25节 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故事 我们了解上帝要赐福亚伯拉罕 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 要把迦南那块地赐给亚伯拉罕 并且要大大的赐福于他 亚伯拉罕是从外地来的 所以对他来讲或是对他的家族来讲 他们是寄居的 而他们抓住神的应许 就算是寄居的 他们在迦南地开始的时候 必然是会受到一些委屈 会受到一些困难 受到一些欺负 可是他们抓着神的应许 神就大大的赐福他们 在26章的第二节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他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那就是在迦南那边的地 是菲利斯人 雅比米勒王 他们住的地方 在那一年的时候 神大大的赐福以撒 让他所种的 所种的古物 有百倍的收成 所以他就成了大户人家 他就昌大日增月圣 成了大户人 菲利斯人就开始基督他了 并且把他的水井呢 就用土给填满了 受到人的欺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后来 以撒也就不跟这个 亚比米勒 这个菲利斯人 来争讲什么 来吵架 他就离开了 他就到了 基拉谷 那边是靠近沙漠 那个地方 寄居在那里 那后来 他把以前他父亲亚伯拉罕 所挖的水井呢 再把他再挖 再来挖 然后又得了一口的水井 那在那里呢 又被当地的人所欺负 基拉谷的牧人呢 就跟以撒的牧人就相争了 然后就说这一口水井 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以撒呢 后来又把这个水井就让给 让给当地的人 后来他又去挖水井 这样子又发生了一次 对方又跟他们争这个水井 那他后来又再去挖另外一口水井 那总共挖了三次 那每一次以撒都把这个水井来立名 第一口呢 是叫做 他的意思是相争的意思 第二口是为敌的意思 第三口水井叫宽阔的意思 最后他不断地得到神的祝福 就算敌人是不断地去欺负 不过这个能够挖到水井 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很实际的一个祝福 所以最后他把这个 最后挖的这一口水井叫宽阔 就是他知道神赐福给他 最后耶和华在夜里跟他显现 二十四节 他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 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后裔繁夺 所以我们看到 以撒或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也好 他们是寄居的 他们在迦南地那里 刚开始的时候是被欺负的 不过神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他们 他们就凭着信心 就算在环境上面困难 他们还是持守在那里 也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来保守看顾 并且大大的赐福于他们 这个带给我们属灵的功课 当我们顺服于上帝 神就赐福我们 就是这么简单 属灵的原则 当我们抓紧神的应许 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 他要把这个 迦南地赐给他 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应许 就算在当中是有困难 你要真正这个应许要实现 是亚伯拉罕基本上他没有看到 就算他的儿子以撒 他也没有真正的看到 可是他们家族就是 守住这个应许 抓住神的应许 神在当中就不断地赐福于他们 顺服就得到神的祝福 抓住神的应许就经历神的赐福 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也许在某些地方 我们觉得很难过很不容易 可是这是神的旨意 这是神的意思要在我在这个地方 好像他们在迦南地 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神的旨意要 亚伯拉罕的家族在迦南地 他们经历到困难 那我们也是 也许我们在某些地方 某些场合 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在我的工作上面是有困难 可是我知道是神的旨意 那若是神的旨意 若是清楚神的旨意 我们就持守下去 神会祝福的 好像亚伯拉罕当年 如何祝福亚伯拉罕 还有以撒 他在今天 神在今天也是一样 会来祝福我们 当我们来顺服神 抓紧神的应许 神就必然会祝福 就算在当中有困难 有难处 被人欺负 被人藐视 不过祝福我们的是上帝 以撒 他挖的水井被人家填满了 他又去其他地方挖 总是能够挖到水 不管人怎么样的来攻击 神的祝福就是在那里 祝福是上帝的 没有人可以阻止上帝来祝福我们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持守 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有没有来顺服神的心意 愿神来赐福我们一位